請來的這位嘉賓朋友,我想我們認識了超過二十年就不在話下 不用說了,我看著你入行的那隻狗 是你看著我入行的? 是,我看著你入行的應該 我看回資料,你是在九零年入行 正式應該是九一,九零我就出了一首歌的 是,我就九三年入行的 那就是了,我就看著你入行 但是你小過我的 不關大小事 我會先用一些形容詞就是 一直以來他給我的感覺 善良,小女孩 沒有脾氣 什麼都OK 開心 笑 天跌下來當皮蓋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食 你知不知道你給我這種感覺 是嗎? 黎瑞欣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的嘉賓是Vivian黎瑞欣 剛剛我說過一堆形容詞 我一想起你,我就會想到這些 是嗎?但我發現你的脾氣很錯 所以這些就要問了 我認識你這麼久,我沒有見過你的脾氣 還有 我發覺你什麼都跟你說 好啊好啊,OK啊 朋友跟你說什麼 要你做什麼 你都說好啊好啊 OKOK 多說兩句你都嫌忍氣 你就會幫忙 我們最重要是快 就是錯不要緊 還有,我基本上不懂得推人 是 很難說不 有一項 現在比較好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就知道怎樣說不 但是以前是 人家叫我幫忙 我就是 在家裡輾轉反側 但是不知道怎麼推 隨便做了 剛才我說過黎瑞欣 就算你說你不是一個沒有脾氣的人 但是善良笑小女兒這個感覺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現在還小女兒 你還是小女兒? 你真的經常都是小女兒的樣子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啊 開心地自然 就什麼都不想 小東西想 人家就像小時候那樣 沒有那麼多憂愁 你還是一人有一個夢想的樣子 是 在一個夢裡 特別是你最近無端百事去踩Roller 我踩Roller 原始在Facebook上看到有條片 是 看到有條片 就是很多年前的人踩Roller 勾起我的童年回憶 所以我就 好,我要去踩一下 但已經找不到任何一個Roller 只剩下露天的Roller 我就在想 其實是一個運動都不錯 會出身汗 在家裡我不多動 可能只有這件事而令我動 我就去玩 我現在就未找到一雙鞋 找到一雙鞋之後 我真的會約你去踩 我們現在已經多了很多人 多了多少 我們現在有十幾二十個人 你現在的踩Roller 其實你是不是一個 網上是一個組織 不是一個組織 是我自己踩的 然後我的朋友看到 大家差不多一年多 就說 我很想去 我想去緬懷一下 那麼厲害 他們就自己買了鞋 然後就跟我一起去玩 你們是否綁了護膝和護肘 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跟一個 香港隊的運動員 好像只有他現在還在穿這些 四輪 花式滾軸流冰鞋 我知道 他還在代表我們香港在去比賽 就是我們之前經常被人問一個很 很尷尬 很尷尬 不是尷尬 有一個IQ題 什麼 知不知道除了 有什麼植物會流冰 花式流冰 花式流冰 你記不記得這個 很爛 對 真的是很爛 但是 他真的是花式流冰 但是他是踩冰 還是現在說 真的是Roller 真的是Roller 對 他就是用那雙Roller去比賽 他是Rollerblade 還是Skate 不是 我們Skate 即是四輪那隻 對 四輪那隻 那有沒有我認識的人在裡面 有沒有你認識的 嘩 很多人 有髮型師 有化妝 什麼都有 是 你認識的 我好像有 杜汶惠會不會 蘇瑤惠說會來踩 Eric 是啊 他都踩得很厲害 喂 那可以 是啊 似乎我們真的可以嘗試一下 在這個維園 舉行一次我們的拉龍比賽 通常拉最尾的就很危險 就好像你昨天說的 是 要高手才可以 是啊 你抓不住 你踩不住的話 你就被人罰他出去 是 我就是被人罰出去的 其實是很危險的 是 所以我當時看到你說 我都心想 哇 幾十歲人找這樣的事情來搞 其實我第一次穿上那隻鞋子之後 其實我內心深處都很害怕 是 因為我真的怕我會摸的 是 因為你知道 現在這個歲數都很嚴重 是的 但是 幸好有個底 有個底好一點 以前有個 有個Rora 底好像踩單車一樣 踩Rora 我很久沒有踩了 我問你 你再踩的時候 是不是很快可以重新的 都快的 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 是的 是的 因為我 其實我真的蠻厲害的 真的自己誇獎自己 看來我們下一次就 約一起踩手 交一下手 我們直播給大家看 我和黎瑞恩 到底一起在維園的石市場上 踩Rora 是一件什麼事 和一個什麼的氣氛 好了 好了 入了樂壇 短短七年 你就光榮忍退了 又不是的 那七年裏面 其實 我覺得如果一個歌手 只是入行七年 有那麼多首 大家那麼皆知項文 真是可以用賄赤人口來形容的 嗯 你覺不覺得是 你真的很幸運 我簡直覺得我超那一首 超幸運 怎樣超 其實很多歌手 不好意思 做了很多年 他們都沒有一首歌 是別人記得的 是的 是的 是嗎 但是我已經有 嘩 起碼我都有一首 一人又一個夢想 是不是 是 是不是很感恩 這件事 是 而且還要Hit到那個 那個Level 真的不容易 而且一出來 又好像 其實當年的樂壇 應該最小的是我 是 出道的時候 是 大家都覺得 好像很保護我 很疼我 我沒有什麼負面的事情 被人做 寫的 是 我是不是很感恩 是的 出來 有這麼多 學生 喜歡你 是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超幸運 而且 你想想 你九一年入樂壇 你九三年 就拿 十大勁歌金曲 是啊 我是很開心 當然 中間 如果我再用心 做 就說 別那麼油雲 你是沒有什麼 那種 叫做 很大的野心 鬥心 因為其實也有記者 罵過我的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出點力 可不可以 不要經常讓人 那些 但我經常覺得 不要經常讓人 是讓什麼人 譬如有些事情 你是應該衝出去 但你 隨便 給他 我真的沒有所謂 即是不爭 我經常覺得 是你 是你 不是你 不是你 欠你 我會有這樣的心態 其實就是 你這種心態 反而令到 你在演藝圈裏 很多朋友 你想想 你當年 你入行的時候 你是保麗金 我就華立 我辭你兩年 所以你看著我入行 但跟你一起 在保麗金年代 那幫歌手 都是劉小偉 湯寶如 王興平 周惠敏 關淑儀 陳惠嫻 你們那時候 七小花 那你 在同一間 保麗金唱片公司裏面 其實那個 市場上來講 那個鬥爭 都算激烈 是不是 都沒有 公司都分得很清楚 你走哪裏 他又走哪裏 你走肉旅 他又走陽光 這個又走性格 沒有什麼 內部鬥爭 那時候你屬於走什麼 我就是 肉旅 很多肉的肉 還有陽光 有一件事 真心說 其實這麼多年來 你以前 你的身體 一向都屬於細小的 但不知為什麼 你是很容易包包面 我包包 我的臉已經很尖 不是吧 還有 我以前真的很瘦 但有些人都說我很胖 我瘋了 你的身瘦 小安子 小安子真心說 你這個身瘦 但你的臉 你是經常 你不是說 蘋果肌很大 你就是寶貝肌 就是拳骨位 所以你整天的樣子 都像很小的女兒 那就好 有好處 所以其實有什麼所謂 現在可以繼續包包 你現在這樣很好 我也覺得OK 你現在比起以前 其實我覺得 差別真的不大 那個樣子 整個體型大 那你生過 那也是 包骨 你是不是生了嬰兒之後 你是不是 還有 退出了 叫做幕前 是不是難 堅持健康 其實真的 如果你還在這行做 你會覺得 需要保持一下 但如果你不是在這行 你會覺得 隨便 沒什麼 做媽媽 會這樣 當我做回這行 就不行了 要積極一點 是啊 是啊 那你現在有沒有跟小衛 湯記 他們一起玩 有的 我們都有聯絡 有時吃飯 是啊 是啊 那大家出來 見面的時候 其實 你們會有那種 細說從前 說回自己 想當年 都沒有什麼 好像我跟你 我們不需要說那麼多 很多人就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怎麼認識 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認識 你說回你對我 你看著這個小師弟入行 馬俊偉 這個小師弟入行 你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第一個印象就是 他不是紅紅 他不是黎明 他不是李克勤 他不是李克勤 搞什麼 他不是馬俊偉 不關我的事 大哥 他不是馬俊偉 是啊 其實那時候 我很記得 我就是九月 1993年 九月入行 就是因為近年尾 當時我記得唱片公司 就有一個策略 就是說近年尾 如果你想年尾 拿到獎 你都希望幫這個新人 做多些噓 然後 很有噓 很有噓 唉 我都 我都被人噓了幾年 是啊 真的嗎 真的幾年 怎麼噓一出來 你知不知 九三年尾 十二月的聖誕節 在尖沙咀東急 以前不是有個東急 然後外面有個很大的地方 可以擺個台 當年 你沒有來 你紅了 你應該在第二個場上唱 你那些新人秀 我們那個就是新人秀 有哪幾個呢 我 鄭家榮 王興平 好像有林俊賢 我忘記了 莫少聰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都有出場片 總之我很記得就是寶麗這麼多的 華記 華立應該就是我 然後有個阿族 好像是女方 然後 剛剛應該是 家榮 還是Linda 唱完 然後 好了我們又請下一位新人 馬俊衛 整個尖東 東急的人一起去 是啊 是啊 很難受 然後我頂硬上 那一年的聖誕就特別冷 那 寒風濕濕的 然後我 忍著唱完兩首歌 唱完第二首歌 唱完第二首歌 奏 都舉了牌子 然後 很傷心地走到台 然後我上了保母車 直奔了去一間酒店的一間酒吧 然後拜託給我一杯啤酒 我就自己怒自己 怒了兩杯之後就哭了 是啊 是啊 慘啊 但是我這種生活 維持了兩年半 真的啊 每次出場都被人去 我還記得馮添芝 Ricky Ricky有一次在電視台後台 跟我說 他說 唉馬俊衛 你呢 聽你唱歌都 好有實力的 不過你那幾句話呢 害死你啊 哈哈 然後我看著Ricky 大哥前輩 然後我說 是的 有什麼補救方法 你問他 我簡直沒有辦法補救啊 我還可以怎麼問 Ricky瘋了 跟你說 你可以怎麼說話 也都是事實來的 然後我只是 我知道的 我明白的 然後直到去到後期 有一次 在一個活動 在後台 碰到Leon 嗯 Leon 這個我永遠都記住的 黎明走過來跟我說 他搭著我肩膀 不要不開心 你唱得好 你心急 嘩 我真的 不用喝啤酒都哭了 這次 哈哈 Leon真的很好 Leon很好 所以我到後期 慢慢拍戲多了 然後觀眾對我認識深了 慢慢改觀 才由 哭到不哭 又不哭 開始到給點分 成功啊現在 開始走在另一個 開始踏入自己的那條陽光路上 哈哈哈哈 那你當時作為一個師姐 你已經是 真的已經很紅了 你這麼短時間 也不是 是 這個事實 你不需要太謙虛的 哈哈 你作為一個師姐 有這麼成功的歌 在這麼短時間 兩年多而已 當時 見到 有件這樣的馬俊偉 你見到 有這樣的宣傳口號 你第一個印象是什麼 搞什麼啊 就是這樣 當時的口號是 是啊 他不是黎明 他不是張學友 他不是李克勤 他是馬俊偉 嘩 我不是笑的 我一看到 我會覺得 嘩 怎樣啊 不想害他 其實呢 不是只有你 我記得還有一個人 都是這樣的 是 但忘記了是誰 是 然後後來有些報道 說 他的樣子好像黎明 這樣說 嘩 怎樣啊 還說他像黎明 是不是想我 你說的是我 你啊 坦白說 問心說 是 以我當時那個 左邊分界的冬菇頭 還有 我 我本身又白 是 然後又 灑眼 灑眼 其實那個 那個樣子那個規格 是 是有少少 這個人的樣子那個規格 是 是 因為都是 因為他很北方人 但其實我是 我是潮州仔 但很多人都說 我是北方人 是嗎 所以 納眼下去 加上那個髮型 卻是西裝不停 是會容易令人有那個聯想 但我當時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 因為我常常唱他的歌 以前 以前在卡拉OK 嘩 四大天王 即是那種卡拉OK 是以前我們彈Organ 是嗎 即是 以前 以前不是飛逃 就是出那些卡拉OK碟 有碟的了 93年 有 但是還有很多那些sing along的 哦 那我當時很喜歡 有那個 有那個琴師 路伴唱很多 對比起我愛你 啊 即Leon很多 還有學友很多歌 我只是在想 他們將是推至懸崖那裡 哈哈哈哈 不是懸崖 是已經下了懸崖 哈哈哈哈 已經跌了下去了 不過呢 就沒有跌死 但七年你就 叫做暫別了 樂壇 是的 你也都開了一個演唱會 是 就作為你這個人生裏面 在樂壇的這段經歷 是 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都是的 即是有開頭和有完結 都算 是 有頭有尾 是 然後就步入了你 在你生命裏面的另一個階段 是的 就你有你的一段婚姻的生活 開始 跟著也有你自己的小朋友 成為媽媽 嗯 那 在婚姻的這段生活裡面 嗯 其實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大家聽眾也都應該會知道 其實小姻姿和她的前夫也都分開了 你自己去帶著兩個小朋友 嗯 其實如果回顧這段婚姻裡面 最開心的是什麼 最開心就是得到兩個小天使 嗯 就是 其實 兩個人在一起 那你當然是很愛大家的 是不是 嗯 就是很愛大家 那你其實裡面都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 跟 人相處 就是兩個人怎麼相處 或者 其實可能有很多東西 自己也不 就是這些 這些 這些東西 會變的嘛 就是人都是會變的 就是本來你覺得 你那時候認識我那時候不是這樣的 說真的 就是來來下 你又會覺得 你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現在是這樣的 我覺得你變化不大 小姻姿 我覺得我 二十幾年前 哎呀我們經常講這個 不要緊的 但事實上是 我覺得我二十幾年前認識你 跟今天認識你 其實我真的覺得你差別不大 是不是 就是無論你那個性格 或者跟你聊天的時候 那個感覺 那人當然會成熟了 嗯 但是似乎那個 你的中心思想好像 好像沒有太大轉變 因為我真的覺得你 是很容易相處的 哦 OK啦 表面上 可能相處久了之後 你會覺得 這傢伙很麻煩 那在偶然麻煩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的監製 我們的同事 準備了一些很鬼馬的東西給我 就是說 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問了我請來的嘉賓 一些關於我的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小英姊 是嗎 那我現在要聽一下到底是 什麼一回事 好啊 你覺得馬仔哪首歌最好聽 我覺得馬仔哪首歌最好聽 當然是我第一次剛剛認識他的時候 那首 幸運就是遇到你 這首歌 這個是1993年的事 多謝你記得這首歌 這首歌也是 帶領馬俊偉進入娛樂圈的一首歌 帶給我很多 當然是阿Pago 王帕高先生 親自為我選 所以 的而且確對我有好心的意義 好啊 我很怕我的嘉賓 是不記得我有歌的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馬俊偉是做戲多 是啊 你唱少了 很久沒唱過歌 好像 其實我去年都有唱 是 最近 舞台劇 但我接下來都會唱多些 好啦 那我今天和小英姊聊到這裡為止 明天我們繼續 好 好